您好 欢迎收看10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政府为了推动水土宝石走入社区 办理山坡地管理及安全维护教育宣导及训练 要强化花莲县水土宝石的服务团队的运作 让水土宝石可以走入社区第一线 12号前往了花莲高工举办了111年 花莲县推动山坡地水土宝石管理走入社区 让学生了解做好山坡地水土宝石的处理和维护 也促进土地合理利用 花莲县政府为了推动水土宝石走入社区 办理山坡地管理与安全维护教育宣导及训练 强化花莲县水土宝石服务团队运作 让水土宝石走入社区第一线 在12号当中并且前往了花莲高工举办111年 花莲县推动山坡地水土宝石管理走入社区 邀请当地宗教团体 村里社区或部落居民及学校 随犯协会工房等乡亲 相当事工所承担人员相关人员等与会出席 土宝石流或是山坡 自然现象 各位它不一定是灾害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如果它在山里面崩了一大块土宝石流 我们都没有人住在那边 它就不算是一种灾害 那这种地壳的变动 山坡土宝石流 自然是日然现象 它本来就会发生 只是因为我们在那边盖的房子建了一条路 所以它发生灾害的时候会影响我们 这样才会变成一种灾害害 所以工厂土宝石流这种东西一定会发生 在台湾一定会发生 那政府呢 为了怕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会不小心送到这种比较地质敏感的地方 所以设计了 所以就制定了一个法案 叫做追求保持法 现在许专表示 花林县市幸福城市也是花园城市 做好山坡地水土保持处理的维护 促进土地核的利用 以水土资源保育以及开发利用 避重永续性利用理念 一直是花林县市政府着重的工作 也是山坡地永续主要的政策目标 记得穿着维护 换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